目前又來不在每公斤已經1999.96元的歷史關係 農委會表示營業國際完不了 以及正口在馬的介紹有關相對的偏觀 以及又來市場受到日本的影響 由生率頂頂因素 將持續套過在馬專案正口 以及又來調度來維持競應平穩 在農真是讓農委會要尊重市場的機制 現在不可以在野外的效果裡面介紹 農委會表示 如果又來自家介紹的企業靜靠的素量會增加 但是靜靠製造也要是來自為農家的組織靜靠量 連農民在合理理順之下才能勝散 我正不在怕不介紹會跟各官齊企理協會討論 會在施政庫的合理介紹進來運作 但是讓農民不可以故意受賣 對處農民表示不可能會受賣 但是因爲沒了在市場吃了貴 加上地下空間成長 都能順勢吃比較大一點 郵政服務員會接受我們這些住民 還會跟他們都分享 清洗管理是有特工,環境是有問題 讓他們有現時的環境 要在那裡長這樣也比較快 像你們有沒有這樣 住價這麼貴 有沒有聽過說 豬農會比較捨不捨得賣 餐廳是沒有在吸收的 什麼 時間夠快要賣 不然你在注射裡面多吃餐廳 吸收是不可能的 餐很大餐 不一定會比較好價 真的喔 所以你們還是照 什麼時間到 我們就什麼時間賣 沒有一種吸收的 大隻就是要賣 女兒大個要賣 豬農大隻就要賣 可以減賣 但是不可以增加效期 豬農標示 大部分豬農都反對效期 因為不理經格三消地殊 豬農來到歷史的觀點 有很多外財的環境因素 但是希望農一會可以尊重指定的基礎 《鮮英新聞》重來行 副主持 蔡孔布登 普花6千塊現金 你領了嗎 要在ATM領現金 記得要帶三個東西 一個是健保卡 一個是身份證 還有你的提管卡 首先你要用ATM領這6千塊 你要先確認 這一台提管機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貼紙 叫做普花現金 我們現在把提管卡 放到提管機裡面 好 現在就進到頁面了 那你會看到 在這個螢幕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 全民共享普花現金 你把按下去 輸入你的健保卡的所有的這些帳號 輸入健保卡號碼以後 你就進入到下一個頁面 叫做身份證字號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按確認鍵 好 我們取回卡片 我們就完成所有的動作 記得喔 不會有人傳簡訊 或者email 叫你要去領錢 也絕對不會有人打電話給你 叫你啊 如何去領這6千塊 或者是轉賬 如果有這些行為 全部都是詐騙 你到底怎麼花這6千塊 請你留言告訴我們